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講 怎麼換這個Password Lock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Password Lock 大概是長這樣子 就是它是有Password的 然後你上面可以按啊 然後就是可以打開門 然後呢這種Password Lock 真的非常好用 那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會沒電 因為它是使用電池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沒有電 所以要換電池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它拔開 有點難拔的樣子 這我以前研究過很久 拔開了 反正就是 它其實你不需要轉任何螺絲 就可以打開了 然後可是因為很難打開 所以你有時候會覺得 到底它電池藏在哪裡 所以其實就這麼簡單 然後就把它拿開就可以 換電池 那我們現在就給它換電池 此處加速7749秒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 然後注意就是它這個線超短的 不要太用力哦 太用力等一下斷了就沒救了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把它放回去 就可以了就完成了 然後呢這個Password的鎖很方便 因為你平常都不用帶 帶東西 按一下它就會自動鎖 就這麼簡單 不用帶鑰匙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地產小知識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